弟子有一位亲人 常年在歇会也念佛 他本身希望家人同样信佛念佛 但因过分执着劝导 太啰嗦 反而家人不活 使兄弟们不想回去用餐 每一次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请问这样的执着会被因果吗 我生怕因他们要因他的啰嗦 影响社会民气 错误引导恩赐的理念 实际上许多人都有类似的家庭问题 请老孩子开始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这不是小问题 学佛第一个 你看看我们学敬宗 我们敬宗遵守 世尊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敬业散伏 敬业散伏第一句 笑阳敬宗遵守四四掌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第二句 受持三规 修士善业敬宗遵守三规 修足中介 不犯卫 第三句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读诵大臣 劝尽 学者 这在劝别人 你看看 你前面一共十一句 三条 三条是一句 前面十条 你也没做到 如果前面十条 都没做到 你只教学了后面 后面劝别人 你会起烦小谷 社会的同修 有不少 已经到汤池去参观 休息了几天 汤池的教学 教当地的居民 四万八千 为什么能教得成功 这些老师们出来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话 一定要心因自己做到 像地质贵 你自己做不到 不要去劝别人 为什么 人家不相信 自己做到之后 再去教人 人家对你相信 没有问题 所以 你必须 你要劝尽行者 必须 要把基本的 过程做好 基本过程 我讲的太多了 如是道三个梗 你能把 这个地质贵做到 感应片做到 舍山叶做到 你家里头 没有一个人不欢喜 没有人不尊重 你 你劝他们 他们会接受 他们会感恩 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时候 你劝别人 人家说你 你骗我 你欺骗我 你刷什么手 这就 这就 教学的 失败 就失败在 老师自己 没做到 那么 这个 这个 汤匙中心 你们能看到的 没有别的 他就有这一点成就 可是 老师把 地质贵 倍分之倍的落实 而且 天天在学习 天天在 见到 做得 够不够好 你不要用佛法 你就单单用地质贵 你就把你一家人叫 学佛的人 如果家不活 这不是学佛 佛是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 头一个是度家人 家人不活 这个不可以的 家人喜欢吃肉 你要跟他一起吃 他开心 他欢喜 你说我要吃素 你们吃了酱 他都要受报应 那马上就翻脸了 他怎么能接受呢 这个 跟大众接触 佛讲的四十法 你都没做到 四十法 头一个是不实 爱与 力行 同事 于是你这四条 哪一条你做到了 四十法 从哪里做起 从夫妇做起 太太对先生 先生对太太 要真正做到四十 父亲和母 本年好活 绝对不会有争论的 不会有意见的 真的是世间人 羡慕的恩爱夫妻 福度教你 你们都没有听懂 都没有去做 这才出现这么多问题 那我们常讲 佛教给我们 大众在一块相处 修六合金 六合金是四个人以上 在一起 家伙万四行 你的一家伙母 祝福 互念 龙天善神 永活 利益 无量无边 为什么不活呢 活 不要求别人跟我活 要求我跟他活 这才能活得了 如果把自己放在 要求别人跟我活 永远不会活 这个道理你要懂 成佛不是要求别人成佛 自己成佛了 自己怎么成佛呢 我们在讲习里讲的太多了 放下分别执着 你的分别执着 并没有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